全球的車用晶片這麼的缺 以及相關的晶片荒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美國就想說好 我還是放一條路給你 也就是你中心 你跟艾斯摩爾買的先進製程的這個設備 14奈米以下OK 甚至可能著重在8吋的晶圓廠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到關鍵 8吋晶圓廠達到的會是誰 達到的就會是聯電 因為聯電甚至之前他一直在 強化他的所謂的8吋晶圓 甚至他的產能也是非常的好的狀況之下 這個時候就會受到波及 就會受到影響 拋出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看我們最近一直在講 其實從昨天到今天早上 都在講所謂的中心事件 中心它到底能不能影響到 台灣的半導體呢 其實以短時間來講 我們為什麼會說 很多的法人很多的研究機構 他們認為這個時候 美國他們有條件的開放中心 能購買這些設備 甚至未來做8吋晶圓相關的製程 跟全球的這個晶片荒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真的能 在今年就看到效果嗎 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其實 要蓋一個廠花費大支之外 時間也不會說你馬上說蓋就蓋啊 因此呢整個全球的晶片荒 可能要到2022年 也就是明年的上半年 才有機會說真的這個缺晶片的荒 才會慢慢的得到緩解 因此我就要來問崑禎了 整個中心為什麼會影響聯電 還有旺宏華邦電也遭殃了呢 好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到 因為中心這個問題 就是之前說 好整個聯電 或是說華邦電跟旺宏 他之所以漲勢會這麼強 那主要是因為說 中心他被封殺 那其實會有一些轉單的效應 那把一些訂單下給 聯電跟旺宏華邦電 那其實大家要知道 其實以今天的跌幅來講 華邦電跟旺宏 他的跌幅是相對來講比較重一點點 那我認為說這跟他當時受惠於中心轉單 結果大漲一段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說 其實當時中心 剛傳出這個被封殺 那這些像旺宏華邦電 聯電 甚至是世界先進 他都有向上漲一段 但是我認為說 當時真正有受惠到這個轉單效應的股票 其實應該是只有聯電這一檔股票而已 因為其實以整個 製程跟他的股本大小 還有一些獲利能力跟市占率來講 基本上能夠說取代 中心的訂單 只有聯電這一檔股票 那相反的像是旺宏跟華邦電 我認為他在當時是有一點點炒作的意味 大於說 他的話題性大於他實質真的接收到轉單 所以當這個話題性過了之後 也就是說中心他可能重新開放 像旺宏跟華邦電 他就會恢復到他可能應有的股價 或是比較合理的股價 那其實如果以整個NoFresh 跟記憶體的產業來講 華邦電跟旺宏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近期的高點 他近期的高點 其實算是一些外資跟一些投資機構 給他們的目標 短線上的目標價 就剛好觸及到短線目標價 那會開始回檔 那我認為說 這算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現象 就是說 當這個題材過了 那他的股價就會自然回歸到 他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所以我認為說華邦電跟旺宏 他並不是說 好 整個中心被開放 那他會受到多大的衝擊 而是說 他回歸到他原本應該有的 有的評價而已 嗯 瞭解 所以也不太算是說 遭殃 應該是說那個時候起漲的 他們反而是有點 慕名其妙受賄的那種感覺 對 他有點算是漲過頭 嗯 所以也算是一個合理的適度調節吧 對 算是合理的調節 那反觀像是 因為如果你說 好 那中心這件事 那華邦電跟旺宏能不能買 我會覺得說稍微再等一下 可能等到他 拉回 拉回比較深一點點 或是說稍微做個 再打底震盪 那我們再來去低階 那反觀像是聯電 我會認為說 他的影響其實並沒有這麼大 因為中心他在8吋晶圓產的這一塊 他的市占率大約是 頂多大約是8%而已 那基本上 他對聯電影響不是說這麼的大 而且 他在8吋晶圓這部分 他的市占率跟他的 製程的成熟度 其實是遠不及聯電 所以我認為說好 聯電因為這個消息 那出現比較重的跌幅 那反而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下去 低階佈局聯電這張股票 嗯 了解 但聯電今天跌破了季線 季線的位置大概在49.8元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候呢 還是我們要再緩緩呢 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就是比較長線的投資人 那可能跌破季線 那你可以開始去分批佈局 那如果你看著週期 可能比較短一點點 你希望他在一個月內 稍微股價有點起色 那我會覺得好 那你就稍微再等一下 等到他 站上技術面的季線 或是月線進場 風險可能會來的比較低 但是我必須要說 聯電 目前這個價位就是以長期來講 我認為他是有他的投資價值在 好的 非常謝謝昆蓁 有幫大家 分門別類了一下 如果你是短線上面 你想要一個月就看到聯電 他的股價 再有一波的漲勢 有所起色的人 這個時候可能就再緩緩 等他一些技術面 逐漸逐漸的收復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觀察這檔各國 但如果你是長線看好聯電的 相關的製程也好 或者他的產能也好的話 不妨趁逢低的時候 可以分批佈局 不是叫大家一次買個好幾張 而是可能也可以用零股的方式 慢慢的去分散一下 那個成本跟風險 所以希望中芯這樣子的議題 你看中芯它其實影響到台積電 我們就可以從股價上面來看到 台積電應該是 它有點是自己在 慢慢的去調節 它那個股價之前漲太多的力道 並不是因為 會受到中芯的影響嗎 對 因為其實 很多一般投資人會覺得說 哇 台積電 他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回檔 或者說跌破600元 那是不是因為他的基本面有改變 或是先進製程 這部分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但其實 我認為說台積電 他在先進製程的地位 跟他整體的基本面 絕對不會因為一些短線上因素而 而出現變化 而且大家要知道 外資在台積電 他的持股比是高達75%以上 代表說 他這檔一定 台積電 他一定有他的基本面 跟他的優勢在 所以才會說持股比這種高達這麼多 但是就像剛剛講的 台積電他近期會出現這樣的走勢 其實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為大型的投資機構 他在把資金轉到 債市這部分 所以並不是說台積電 他基本面甚至出現什麼變化 或是說 受到中芯的影響 OK 瞭解 因為有很多人問說 所謂的低階到底是多少元的價位 如果我覺得如果是 我們一直講說 長線如果你要佈局台積電的話 其實分批買風 他跌 我就買一點買一點起來 這個你擺長線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聯電的話 剛剛崑禎也有稍微幫大家講解一下 如果你是長線的 如果你是一個月就想見到 這個股價有所漲勢的話 你可能買進的時間點跟觀察的指標 會有所不同哦 所以觀眾朋友們 元寶們還是要稍稍了解一下 自己的屬性在哪裡 避免說 我們怎麼說這個時間點可以買 可是你就覺得我等不了這麼久啊 或者是我預期心理跟 怎麼跟分析師講的不一樣 還是要了解自己的屬性在哪裡 另外也有觀眾朋友問說 那現在大盤這樣子跌 其實我覺得昨天你看大漲 今天跌 好像已經都不能用大這個字了 好像現在漲個幾百點 跌個幾百點 對於股民來講 對於元寶們是不是也習以為常了嗎 所以說我們才說 6萬6你就把它先擺一邊 把指數先擺一邊 因為3月份感覺上 它震盪的一個幅度跟比例 還是會稍微高一點的 來吧 等一下